內容物為香菇 暗巡人員進到戶櫃內 將一箱又一箱的大陸香菇 給拆封 一共30箱總計437公斤 全部排開數量龐大 可別小看這些香菇 因為這些菇吃下肚 恐怕不會因此健康 反對人體造成傷害 這個金門地區 合法的菇商的名義是寄送 好家在金門暗巡人員眼間 沒讓這些帶有高風險的香菇 隨船運到高雄港 事實上在揪出這些大陸香菇 前四天金門也才查獲 大陸香菇一批 共計10箱203公斤 不消業者看準春節將至 香菇原料需求大增 因此榆木混珠 透過化整圍林的方式 先托人將大陸香菇拿回金門 再重新包裝 输往台灣販售謀取暴利 而為了取得消費者的信任 指向外頭還自行印上 農產品生產追溯的QR Code 和縣府縣農會的指導支援 估計市價約台幣80萬大陸菇 多半都是劣質香菇未經檢驗 可能含有纖瘤等有毒物質 對人體呼吸系統和肝腎 都會有重大危害 索性關鍵時刻即時燃下 這裡句容許敬語 金門報道